大家好,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pH在水产养殖里面会带来的什么影响 大部分鱼来说都适合在pH6.0到8.5的水质里面生存 如果pH过高,例如pH长期涂鱼在9.0的情况之下 鱼身上会受到刺激,包括它的腮组织也会受到刺激 这样的话会使到鱼身上分泌大量的黏膜出来 这些黏膜会使到鱼无法良好的呼吸 最终鱼会因为缺氧而死亡 如果pH过低,例如pH长期低于6.0的情况之下 会使到水体很容易滋生大量的寄生虫 因此鱼身体也会很容易出现打粉病的一个状况 当然在水产养殖领域里面pH值影响的不止这些 它还会影响到水体里面的很多水质指标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加多关于pH值对水产养殖产生的影响 和我们可以运用它来做些什么的话 欢迎加入我们的课程 我会在课堂里面更加深入了解剖 pH会带来的一系列的影响 感谢关注Dr.Fish频道 我们之后会为大家来去科普更加多有关 RAS水产养殖的技术和知识 大家好,我是RAS环保科技养殖教学专家Dr.Fish 谢谢 大家好,我是RAS